等於說他每一顆不到兩塊錢 我覺得CP值很高耶 吃完你就飽了 然後你不記得我吃了什麼 他的起司已經不是那種拉絲的 什麼超級便宜耶 今天是佳樂福購物開箱第二集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第一集的讀者呢 你可以網上點影片去看 其實上一集拍完之後 我們很多平常都還蠻驚豔的 很多都是價格不貴 可是吃起來是好吃的 CP值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搬來到水之後 因為離佳樂福也不遠 我們就想說再做一次這個企劃 把我們比較有興趣的品項 也買回來一起試試看 那今天我們沒有買到 所有想要買的東西 還有讀者推薦的東西 所以就是只能就我們 已經有買到的品項來做試吃 跟開箱分享 今天一樣有一些冷凍常備的 那另外也有一些零食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第一個品項是 佳樂福玉米豬肉手工捏花水餃 上降是900克是85元 我們上次是不是有吃過類似的 對 但我們上次吃的是同一個牌子 同一個系列 但是不同口味的 是高麗菜煮肉水餃 然後上一次我們吃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價格算是還蠻便宜 然後吃起來也不會覺得很空虛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另外一個口味買回來了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拿去水煮 煮好周氏長這樣 那跟上次那個高麗菜其實長得差不多 我覺得它這捏花真的蠻漂亮的 就是手工的感覺 快吃得到玉米的顆粒 我覺得它的味道比上次的高麗菜水餃 再淡一點 所以我覺得可以沾醬 它的肉餡也算是還蠻紮實的 玉米的部分也不會過甜太搶細 我覺得整體來說味道還蠻和諧的 高麗菜和玉米的甜味是有出來的 可能是有加玉米的關係會形得比較淡 它一包是85元 然後我們剛剛有算全部裡面是46顆 等於說它每一顆不到兩塊錢 我覺得CP值很高耶 裡面的肉餡我覺得還給算是蠻紮實的 因為有一些水餃它的肉餡是那種粉粉的 這個是不會 而且它也沒有什麼奇怪的那種豬肉的辛臭味 它的水餃不是偏那種油水很多的 是吃起來比較清爽的水餃 它的皮一樣是帶一點Q度的 這個的話我其實還蠻喜歡的 我會給4分 這個水餃我也會給4分 那下次如果有機會我們再來試試看 最後一種口味 接下來是加樂福半斤半肉紅燒牛肉麵 像這樣一包是119元 那因為我們有會員折扣 所以是109元 我覺得其實還蠻便宜的耶 因為我們其實前陣子才剛拍 各家牛肉麵的評比 你們如果還沒有看過影片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是一包109其實也算是比較低價的 它看起來像是一人份的 就是一個比較粗的麵條 它說是刀削麵 然後跟一個牛肉湯包 我們就先去把它加熱解凍 它的麵條是比較粗的這種刀削麵 然後裡面因為是半斤半肉 所以有牛筋 像這樣子的牛筋有兩三塊 它的牛肉是牛腱肉 然後有切小塊 一也給酸菜 然後給的顏色還蠻豪賣的 這樣大概有個四五條 我們先從喝它的湯頭開始 它的湯頭是比較偏向清甜 然後再加上胡椒的味道 它就是有一點辣油在上面 它的辣度全部都是辣油來的 它的湯頭是稍微甜甜一點 也稍微單薄一點 它的湯層次感不足 它的湯頭味道沒有很重 所以搭配麵條吃起來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 味道不太夠 麵條就是那種很Q的刀削麵 我覺得是還不錯 但是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細麵的 所以麵條本身我就覺得還好 接下來吃吃看它的肉 它的牛肉有燉爛 但是有一個味道 它有燉爛 可是我覺得沒有刀入味 牛筋我剛擦的時候覺得不太妙 因為我擦不下去 感覺很硬耶 好硬喔 牛筋比較小塊 就有稍微燉比較大一點 可是我覺得以它109的價格來說的話 應該會完勝上一次吃的一些比較低價味的 我覺得以CP值來講算是蠻高的 因為它的肉量跟它的麵量給的 都還算是一個人可以吃的非常飽的分量 但是它的湯頭整體來說 層次感比較不足 然後味道比較單薄一點 口味上也偏清淡 然後牛肉的口感是好的 可是裡面沒有入味 然後咬久會有一個牛肉的牛味 牛筋的部分比較大塊是完全沒有燉爛 蠻咬不爛的那種 然後比較小塊是稍微有燉爛 但是帶有一些口感 CP值OK 可是味道跟口感上 還有很多地方是很帶加強的 那我會給它三顆心 我也會給它三顆心 接下來是 加樂福黃金筍丁肉包 像這樣子一包六入是49元 所以一顆平均大概是8塊錢多一點 其實這個價錢非常便宜耶 要看一下裡面的肉量到底有多少 他說可以用蒸的也可以用微波的 所以我們決定要用微波的比較方便一點 我們的包子熱好了 我剛剛是用廚房紙巾上面噴一點水 然後蓋在上面微波1分30秒 就是他建議的微波時間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它的肉餡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跟皮比起來的話 肉餡算是蠻單薄的 不過看得到一顆一顆的筍絲 沒有 這樣特別多汁 麵包感覺播的時候也算是還蠻鬆軟的 就是皮很厚 然後肉餡只有一點點 但是它的肉餡我覺得很夠味 這一顆8塊錢來講的話 我還不如他把它提高到12塊 然後肉餡做飽滿一點 我剛咬的那一半 其實沒有什麼筍子的口感耶 它的筍子都是非常小塊的 基本上都吃不到那個口感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它有放紅棗頭 如果不喜歡紅棗頭 可能再考慮 整體來說我沒有到非常喜歡耶 因為它的肉餡裡面的筍子口感 幾乎吃不太出來 跟我預期想像的有點不太一樣 雖然它的肉餡味道調子算是蠻夠的 可是但是搭配外面的皮因為比較厚 所以整體吃起來我覺得 有一點點沒味道 而且有點乾 這個很適合 你早上 你就微波兩顆 然後早上剛起來根本還沒睡醒 吃完你就飽了 然後你就記得你吃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肉餡我可以給它3.3 因為它很便宜 但是沒有很好吃 這個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我覺得它的肉跟麵皮的比例 掌控的沒有很好 所以吃起來會覺得略乾 然後略沒有味道一點 然後裡面的筍子的口感 也不是我預想的那樣有點脆脆的口感 可能有一兩塊是 其他其實比較小塊 其實都已經是比較爛爛的 然後融入肉餡裡面的口感了 但是因為考量到它的價格只有8塊錢 所以我還是會給它3顆心 反正就是方便性蠻夠 但是好吃程度沒有非常好的一到點心 接下來是加熱服冷臟的話 辣味起司塊 像這樣一盒250克是129元 我們為什麼會想要買這個 其實是因為 我們兩個都還蠻喜歡吃墨西哥辣椒的 不過是對於起司條是覺得還好啦 但我是還蠻好奇 就是墨西哥辣椒跟這個起司 結合之後會是什麼樣的表現 它一般裡面是像這樣子有6塊 然後它有附一個醬料包 我們的辣椒起司條已經烤好了 然後它的醬料 我們就是直接放常溫讓它退冰 結果沒有另外再加熱了 剛烤的時候它的起司有一點點爆出來 有點奇怪 就是壞掉的東西 它的起司已經不是那種拉絲的莫斯羅拉的狀了 它是泡沫狀了 它的配料是鹽脂辣椒所以會有一個酸味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 整體來說這個東西就是酸的味道 有點小失望 它的起司口感不是我們想像中那種 會拉絲的那種莫斯羅拉 一包這樣子的價錢 說這一個其實也不便宜 吃完之後的確還蠻空虛的 不會想要再回口 我覺得沾完這樣之後味道有比較和諧一點 因為那個醬汁本身是帶有一點點那種 番茄的甜度的感覺 搭配這個酸酸的起司條 我覺得味道上有稍微比較中和 比較和諧一點 就是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 我自己都不是特別喜歡 加上它的瘦價其實也不是很便宜 所以我會給它兩顆心 我只能給它1.5顆心 那個起司的口感真的太奇怪了 就是沾的配料裡面有一個泥種物 可能不會想要再回口 對 你們也不要買了 這個我們幫你們拆壘 接下來是甜食 這個是加樂福冷凍巧克力麵包 像價一包6入是119元 所以平均一顆差不多是20塊 它還沒有烤之前是長這樣 就是有一些巧克力碎在上面 然後感覺麵糰的部分是可頌千層的感覺 有個酵母的味道 烤完之後是非常非常酥的 開動 來吃吃看 我覺得外皮很酥 可是它裡面的 這酥皮還是奶油的味道 有一點詭異 如果你吃的那口沒有特別多巧克力米的話 你會覺得那個 它有一股酵母混麵粉 或者是奶油的味道 不會覺得它是好吃的味道 但你如果有 那口吃到有一大塊的巧克力米的話 這個味道是會被改掉的 我沒有很喜歡耶 它的裡面的千層感覺沒有做的特別好 它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是特別喜歡 它是巧克力到巧克力米的那種巧克力味道 不是那種高級感的巧克力 主要是它那個巧克力的味道 我不是很喜歡 所以的話我會給兩顆心 以酥皮的甜點來說 算是價格還OK 可是它的口感味道表現 我個人都不是很滿意 我給它2.5 接下來是餅乾甜點類 那這次餅乾的部分 我們只能購買了三款 第一個是奶油派 像這樣一盒是57元 對 它裡面就是有像這樣子兩包 它打開之後奶油的味道很香耶 一盒裡面總共有8塊 它體積不是算非常大 聞起來像那個什麼可口奶滋 意外的它甜度沒有很高 整體來說是滿酥脆的 裡面的層次也做得滿多的 整體來說那個奶油其實還滿香的 但是因為畢竟它還是餅乾類嘛 所以你吃到最後可能還是會稍微有一點點略乾 這的話我會給3.2口心 就是我覺得還OK 然後也不太貴 味道也還可以 我可能會想要再回購 這個的話我給3點 沒有什麼不好的 但是我可能不會回購 接下來是這個蔓越莓果乾酥餅 像加一盒12包是85元 算是餅乾類裡面價格偏高的 它一包裡面是像這樣子小小的 一小包 打開裡面是像這樣 我覺得很像洗餅的餅乾耶 它的厚度是比較厚一點 我覺得就是洗餅裡面會有的餅乾 但是它裡面的那個奶油的香氣也滿香的啊 你昨天來說是還不錯啦 沒有太硬 就是沒有太奶 沒有太果 就是整天來說算是味道還滿和諧的 但是要說有特別什麼優點嗎 好像也沒有 因為我很討厭會黏牙的東西 然後它裡面那個蔓越莓果乾 它會黏在我牙齒上面 它的甜度算是偏高一些 然後裡面的奶油香氣也滿香的 所以你如果是喜歡那種洗餅裡面餅乾的人 我覺得你應該會滿喜歡這個的 這個的話我會給2.8口心 我也要給2.8 我覺得有點偏甜 今天最後一個餅乾類 乾糧類的點心是日式大福 算加一盒是39元 打開之後裡面是6個 聞起來有一股 剛煮好白飯 把那個電鍋打開的味道 這個麻糬口感好詭異喔 不Q 然後會多一個脆脆的感覺 裡面的紅豆內心甜度有點太高 然後導致整個吃完會滿膩的 而且它完全跟包裝上那個顯示 真的不太一樣 包裝上是鼓起來 這個完全是個點評的 我覺得它的外皮吃起來非常奇怪 完全不是麻糬的口感 然後裡面的紅豆內心對我來說有點太甜了 是有一點點紅豆的香氣 但是我覺得它的甜度已經壓過紅豆的那個味道了 以這個甜點本身來說 我覺得是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它要把自己叫成日式大福的話 我覺得只能給它2.5 這個的話我是還滿不喜歡的 我會給它1.8顆心 接下來我們來喝茶 這個是鐵觀音拿鐵 所以像這樣一盒是139元 總共是10包 價格也算是 茶包類算是滿高的 它這個的話 它說它是沒有添加奶精的 它是添加脖子奶粉 全脂奶粉 然後還有糖跟 冠蔭茶葉子茶粉 打開之後是像這樣子 就是粉包啦 因為其實粉量沒有到特別多 對 要來半杯吧 它的顏色比我想像中黑很多耶 因為它可能就是把茶葉整個都磨成粉了吧 味道還不錯耶 很像那種就是 手搖你要店裡面跑出來的 然後它的甜度其實算是 大概鑒於3分到5分中間 我覺得它的茶味算是濃的 你如果 你那時候跟外面手搖飲的那種 鐵觀音拿鐵一樣的味道對不對 外面如果是700cc的話 通常大概是60塊 然後你如果這個要700cc的話 你要4包耶 4包要56塊 就差不多一樣錢 所以整體來說算是好喝 但是CP值沒有到特別高 我覺得它的茶味算是滿濃的 然後甜度也不會太高 這個的話我會給它3.2顆星 這我大概給它3顆星吧 就我覺得跟那個牛肉麵一樣 終貴終聚 接下來是 家樂福的綠豆口味 吉仔冰 5支像這樣子吃29元 超級便宜耶 6塊錢不到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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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綠豆的 我覺得的確是有比外面的一般冰棒來小一點 平常你沒有那麼多冰棒棍的長度可以握 是偏甜一點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還是綠豆味道還蠻濃的 我們家就是住在我們嘉義的那個大陵糖廠附近 所以我們其實我小時候還蠻常去那個 糖廠裡面的冰店去那邊吃那邊給它冰 味道其實跟那個差沒有太多耶 這個會比較甜一點 它就是糖水加綠豆味道 天氣冷之後你就是想要量一下你就吃一根這個 這個的話我會給它3.3顆星 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給它4顆星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有的開箱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有比較推薦的品項 或是有希望我們可以買回來試試看 然後分享的品項 也歡迎都在下面留言或是私訊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